你好 欢迎收看12月30号的台湾大新闻 我是陈慧玲 为了推动新北太阳光电计划 新北市政府今年是结合民间团体 针对三个面向推广建制太阳光电系统 而经过一年的时间 各目标都能够顺利的推动 一块去了解 新北太阳能光电计划 经过一年的时间 市政府结合民间团体 针对三个面向推广建制太阳光电系统 不论在公有房市以及个别单位 都有提出不错的计划 情报局也正在进行后续的建制作业 民间的部分我们主要是针对住宅跟工厂 我们有召开了大概有六场次的说明会 六场次的煤盒会 那总计也有吸引说500个有兴趣的民众 他们提供的场域 那最后面我们有协助召开煤盒会的做煤盒 那也将近煤盒204处 那总计有煤盒大概10MW的发电量 值得一提的是 在公有房射中 乌来区公所规划设置防灾型太阳光电系统 具有示范性的指标意义 在经历天灾断电时 让地区救灾指挥中心还能正常运作 对防灾以及救灾都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们都知道乌来那边的话 台风天有时候会断电 所以我们跟公所来合作 然后预计在今年度标案已经把它呈现 然后预计在明年度来做执行 在乌来的区公所上面做防灾型的太阳光电 新北太阳光电计划的三个面向 第一面向是规划65处以上 公有防射屋顶设置4.500万瓦的太阳光电 第二面向则是针对民间建物盘点 并借由办理说明会及媒合会等方式推广 目前盘点有意愿设置暗场达500处以上 第三面则向针对电动机车电池交换站 导入再生能源的元素 谢谢观看树长报道